一號車下 車丟了 有其他媽媽有看到 他還在哪一個車下 抽大龔一聲 真的嚇壞現場家長跟小朋友 目擊民眾跟警方形容 當時尖銳又伸出了榔頭前端 由高處往下砸 車丟了 我知道 我們舉個冰刀線 然後往下有兩次 29號下午4點多 宋山區敦中公園 剛好是孩子們下課最熱鬧的時候 但警方趕到 也找到掉下榔頭的住戶 卻因為直住戶不小心 而無法立案 我覺得真的很誇張 這不是這樣 不是只是說 砸到人會有砸到人 人就死掉了 結果那邊就會有死人 先前台中捷運 才因為掉臂掉落 導致公安事故 現在松山區公園旁的 這棟公寓因為冷氣裝修 從天而降榔頭 但七樓的當事住戶 不願再多談 真的好險沒有砸中人 否則因為修冷氣漏水 民眾家中的榔頭老舊而脫落 先是砸落 五樓哲宇棚在潭飛掉到公園 民眾驚嚇之外 更怕周邊小孩受到傷害 只是說像是高樓層 如果不是大型施工 向政府單位申請 物品掉落沒有砸傷人 其實是無法可管 有走在灰色地帶的天外植物 除了住戶提前把關 民眾也只能多加留意 TVB是陳建民林立台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